在中国大陆苏州拥有悠久历史 并且后来在台湾副校的东吴大学 校长潘伟大最近访问美国 并且和南加州的校友相见欢 鼓励美国杰出的校友 踊跃回归南加州校友会 那么同时活动也鼓励校友出钱出力 帮助母校来兴建台湾第一所巨量管理资料学院 帮助台湾的产业升级 最大的变化 我们以前东吴一向是五个学院 但今年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学院 叫做巨量资料管理学院 也就是叫做Big Data School 那么这个学院主要就要培养 对于未来所谓的资料科学家的人才 对于资料科学家 McKenzie他是预测 未来20年可能是全世界最稀有的 而且是最需要的人才 那巨量资料他主要的核心价值就是预测 那么预测在各行各业都非常有具体的一个需要 好 校长潘伟大表示 很高兴能够访问南加州与加州参议员夏勒伯夫人 也是杰出校友和美媒相见 这个相见欢 那么东吴大学母校成立这个新学院 不只要把巨量资讯分析原理发扬光大 未来还在仿效美国总统欧巴马 与台北市长柯文哲 要在选战中发挥强大的预测功能 并且要让更多的学弟妹贡献所学 回馈社会